學 又來了 超級無敵難寫的學 這個學雖然說難寫 但是如果你把學寫好了 其實它蠻占便宜的 因為大家都會寫得很醜 只有你寫得最漂亮 感覺還蠻值得練的 長橫 也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點 撇 長橫 它中間這兩個就覺得有點略窄 所以空隙這邊幾乎都沒有什麼空隙 然後橫畫注意 長長短短短長長 出出細細 標起來都一致了 點點的外面再扭轉回去 這點應該有壓下來的動作 點 點 橫畫長的 細細瘦瘦的 又是細細細瘦瘦的 出到C 挺直的 兩個點 一個挑 挑 挑的好小 有挑跟沒挑一樣 這邊靠近 C 鼓起來 產生一種圓近感 通常就是靠那個筆畫 提振士氣 人家覺得說愛音都不像延正青 如果沒有這一筆 人家就覺得你不太像 上來 試 上 拆 下 寬 略聚斜式 略聚斜式 再利用後面這個筆畫 將它壓下來 看起來 字才有姿態 我也出現超多次的 同樣外面那個點大一點 裡面的點小一點 是因為這裡會有撇經過 這縮得好緊 這縫隙好緊喔 這地方其實是叫中宮 中間支的最重要的部分 結構體的部分 縮得非常的緊 連點都靠得很近 這個字標準的中宮縮緊 U 出到C 出 橫畫C 左連右不連 往外推出去 橫畫C 看不太清楚點 挑 下面要開始注意到 下面筆畫好多 有時候要讓筆畫多的時候要特地小心 不要讓它黏死 空間分配也要勻襯 最後納普這個空間拉開送出